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那今天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左右 哇,今天真的超级开心的 我们五名当家的时间又到了 五名当家的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五名当家幸福理财嘛 那各位投资朋友都知道 我们之前有买台胜科 而且我们台胜科是买在113块 就是4月13号波段最低的时候 那我们台胜科买进之后呢 在172块这个地方有稍微做一个调节 不过近期我们又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哇,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台胜科今天开盘是开157块嘛 那盘中稍微震荡一下 尾盘又一度拉到接近涨停板的位置 收盘呢,收盘是涨9.29% 收在接近涨停板 那一来一回啊,那个价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是算是双喜临门嘛 除了台胜科以外啊 还有我们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5324的一个试开 那这档股票呢,其实在这两档 应该说这两档股票啦 其实在我们先前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 我们就有提到,我们就有送这两档资料 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市开 我们的市里巧开嘛 哇,这档股票真的是非常非常会喜 尤其是像今天,今天开盘 今天开盘的时候呢 它先开在这个相对低的位置嘛 开平板附近,然后往下杀嘛 跌落到平板之下 杀到接近14.5块的地方 哇,那大家想一想,哎,奇怪之前涨那么多嘛 所以一开低,大家可能股票又卖光了 可是没想到呢,哇,它盘中又很快速的做个极大的动作 拉到涨停板之后,哇,又赶快做一个 锁不住嘛,又出现大量 所以很多投资人呢,就被这种市开 上冲下息的洗法 就是下得不知所措 可是对我们而言呢,其实我们早要看出来了 它涨停板打开 那让你可以卖涨停板 可是你一旦卖掉之后呢 你反而会觉得说 你反而会担心,会害怕 哇,接下来会不会隔天又拉上去 又继续做这个大涨的动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两档股票的一个现行好了 有没有,我们看一下市开的部分 市开的部分呢 其实所有我们赖群组 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们 其实我们通知 送研究报告时间都相当相当的低 就是在这个地方 4月17 5月17号的时候嘛 我们有送一份研究报告 那我们家族成员 我们都买在12块以下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画起来好 12块的位置是在这里 12块 这个地方 对,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呢 都买在这个12块以下的位置 那我们买的位置非常非常低嘛 所以它不管是怎么样上中下行 因为我们各位投资朋友 可以常常看到这档股票 一天涨停 有没有,它一天公布业绩 公布业绩之后 第一季机报由亏转盈嘛 去年是负0.36 今年第一季公布出来是赚1.07嘛 等于说亏转盈的幅度很大 没想到隔天竟然是达到跌停 好,那接下来几天呢 它也是呈现一个波动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股价表现 今天可以说我看一下 12345 它可以说已经碰到第五 已经是第五只涨停了 已经是第五只涨停了 好,那表现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但可惜的是有些投资朋友 他竟然跟我说 他卖太早 因为像有些朋友 他一买就买100张 结果他说这几天涨上来 他完全没赚到 而且少赚了二三十万 但就真的非常可惜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操作同一档股票嘛 那为什么有的人 他可以一路抱上来 像我们到现在为止 他一路都是抱着 完全没有出过一张股票 甚至于出现跌停的时候 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家族成员 进场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了 那这个地方 有些投资朋友竟然还赔钱 因为他看到股票涨停板 他觉得很开心 他冲进去买 他以为隔天会大涨 可是没想到他一洗下来 隔天是跌停板出现 所以他可能就是被洗掉了 所以他竟然还赔钱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不应该 该打屁股 好,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另外一档 我们一直以来所看好的细晶元概念 就是我们台胜科 那台胜科这档股票 其实我们买的相当相当的低 那我们是买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买在4月13号 4月13号的这一根 我们是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买进去之后 它出现 我们本来就预计说 它成为一个M头不成 会变成一个W底 它确实呈现一个W底 往上走 那往上走呢 我们来到这个相对的高点 在这个170块 以上5月15号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有做一个调节 因为那天我们在群組里面 又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 我们有做动作 因为股价开始做一个震荡了 但是震荡之后呢 其实我们认为说 它真的也确实是如我们预期 有一个回档的状态 那回档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155块的地方 156块 我们就进场 做一个买进 再把它买回来嘛 所以我们整个动作呢 是这里 113买在波段的相对低点 我们不敢说我们买在最低 但是我们买的位置 是波段的相对低 而且这个位置 外面的市场的其他分音师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民主人 他们并不敢在这个地方做买进 可是我们透过技术分析 我们透过对这个产业面的了解 我们知道说这个地方 大量收下引线 而且重码被有心人收走了 那这地方未来是一个相对低点 我们有强调嘛 我们用小风险 不过大利润 结果呢 一路往上走 拉到170块以上嘛 等于说我们是买113 卖170嘛 所以波段的获利 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这一波 也确实避开了这个小回档 那我们买回来 是买在155块 156块嘛 那买进之后呢 今天收盘收到 170.5 等于说我们一张 又赚了15000元嘛 所以我们的这个操作算是相当相当一个灵活 好啦 有在长期观看Leo节目的人就知道 所以像Leo老师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夸大的人嘛 所以我们的分析 我们的选股都是有逻辑的 而且我们的股票 张数 我们的股数不会多 顶多就是一只手之后数得出来嘛 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台胜客嘛 我们有四开嘛 那像我们现在还布局一档5G概念股 其实像6月7号在台北有一个国际的5G高峰会嘛 当然接下来的市场主流就会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布局嘛 所以我们已经领先市场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布局的动作了 那我们的股票不会说天天涨天板 但是Leo很实在 就我们研究产业 研究基本面 那一路以来始终如一嘛 尤其是我们会把很多的资料放在Lite Ad的这个小房子里面 就是这个主页里面 那各位投资朋友都可以去做一个翻阅的动作 去验证以前我们所说过的话 我们写过文章 不像有些人他可能主页里面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讯息 甚至于是有把它对的拿出来讲 那我们是每天每天的讯息都放在里面 那还有一些我们录影的一些投影片资料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去那个地方去做一个下载 或者做一个分享的动作 好啦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我们所布局的另外一档5G概念股 可以很快速的做一个发酵 那以上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谢谢各位咯 明天见拜拜 本公司以网值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